类固醇很多时候都会作为一个过度性的治疗 然后尽量希望我们减低长远使用类固醇的治疗方案 尽量希望可以减低在5毫克以下 还有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们也希望跟病人的看法一致的话 尽量看看可不可以真的停止类固醇 可能以前我们用的话就会比较保守一些 但是因为现在药物的种类和效果越来越好的话 我们相应地也觉得减轻类固醇 甚至是停用类固醇的成功机会是大了很多的 譬如这里我们如果用了强陆灰或者我们说的 无法把类固醇的分量减低于5毫克的话 其实我们用了传统的免疫制剂 效果都是微如理想的 我们其实应该可能会考虑用这个生物制剂 就是换言之的话 你用了一些标准的治疗 用了强陆灰 但是类固醇仍然减低于5毫克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其中一样考虑的因素 就是看看你适不适合用这个生物制剂的了 当然如果有一些尤其是针对在关节 皮肤这一方面的情况来说的话 这个生物制剂也有一个特别专注的疗效 很多时候 红斑狼疮我们最常受影响的器官就是肾脏 所以我们都是针对肾脏的治疗来说 看看究竟生物制剂的摆位究竟在哪里 其实很多时候 只要你有一个活药的 就是叫做第三第四类的红斑狼疮肾炎的话 其实就已经可以考虑加上用生物制剂 或者去还抛数这一类的药 很多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标准的治疗很多时候就是给了一类固醇 然后再加上刚才我们用的小息就是MMF 那是不是真的足够呢 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要加生物制剂 或者什么时候呢 我们在说真的要加多一类口服药 那两者怎么选择的话呢 那其实暂时来说的话 的确未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引 在说的话 就是说 用了类固醇了 那你会见到呢 现在呢就是第三第四类的肾炎的话呢 其实有很多选项 第一个选项是继续用回我们的MMF 第二样的话呢就是MMF再加 就是那个 那个环抛素这一类的药物 考虑用环伦酸胺 那然后呢 甚至乎呢 我们在说的呢 就是用生物制剂 生物制剂的话呢 其实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标准治疗 加上去一起用的 那这个就不是说我们用了一个生物制剂之后的话 你会见到这里会继续加上MMF一起去用 就不会说单用生物制剂的 那 怎样选的话呢 就是我们究竟怎样会选这四项的话呢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看 就是说呢 如果呢 那个患者的肾炎真的好严重 就是肾功能是急剂那样叉 蛋白尿的情况也是很高的话呢 那我们可能呢 会考虑用这一方面的治疗 因为就是相信仍然是最有效 和力度最高的 那第二的话呢 那可能呢 就是说中加幻抛素或者生物制剂 那很多时候这一方面的考虑的话呢 我们要看患者他们那个红斑狼瘡症呢 究竟有没有别的病征啊 或者他们之前呢 用那个幻抛素的反应呢 是怎样样的话呢 去再作决定的 那另外呢 如果譬如是一些初次 不是说就是经常复发的红斑狼瘡肾炎呢 譬如第一次的程度也都不是特别严重的话呢 我们仍然会考虑就是保留用MMF这一只药 那如果譬如我们用MMF的病者 常常都复发的话呢 那可能呢 我们就会跳到第二步 考虑呢 就是除了MMF之外 还加多一只药下去 等到那个复发的风险呢 可以再降低一些的 感谢观看